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对蓝亭集序钟爱有加 他不仅终生磨写蓝亭集序 还把自己最喜爱的八卷蓝亭模本刻在八根石柱上 留下了著名的蓝亭八柱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乾隆皇帝与八卷蓝亭模本的故事 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八卷蓝亭模本 包括中国唐代于世南 丑岁良 冯承素等书法名家的蓝亭模本 如今都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举办的蓝亭特展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是唐于世南模蓝亭蓄铁卷 为纸本总画是4.8厘米 横57.7厘米 于世南是唐太宗的书法导师 其书封继承了王羲之书法的特点 他与欧阳巡 楚岁良 虚迹并称为唐初四家 据专家考证 唐于世南模蓝亭蓄铁卷 为唐代摸写的古本 墨色入纸浮浅 一些字的笔画有明显的勾笔 填凑和描补的痕迹 纸本纵24厘米 横88.5厘米 楚岁良是中国唐代的书法家 曾专门为唐太宗鉴定王羲之和王羲之的书帖 他的书法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 从字迹看来 唐楚岁良 摩蓝亭蓄铁卷 以林为主 服以勾苗 笔法流畅贤熟 丝毫看不出林某 其奉处有唐中宗的年号神龙二字 因此又称神龙本 冯承素也是中国唐代书法家 他擅长磨写复制古代书法 唐冯承素磨蓝亭蓄铁卷 很好地表现出王羲之书法的艺术风格 他被认为是最精美 最接近于原作的唐磨本 这三个磨本应该说各有特色 各有味道 那所谓缝磨它的特色是最忠实原作 所以最清晰书法学习者能够 可以看出写字的一种气韵来 这幅书法作品是唐柳公泉书蓝亭诗卷 为卷本纵26.5厘米 横365.3厘米 卷前引手为乾隆皇帝 用行书提写的 礼剑夷行四个字 赞誉柳公泉作为臣子的 以书欲证巧妙觐见 卷的内文为王羲之与子侄 朋友们在蓝亭雅籍上 所附的三十七首诗及诗序 据说 此卷是柳公泉的末迹 柳公泉是中国唐代著名书法家 以楷书著称 这是青内府沟田 西红唐客柳公泉书蓝亭诗原本卷 为纸本纵29厘米 横600厘米 此卷原本被中国名代书画家 董奇昌收入《细红唐法帖》中 他被乾隆皇帝得到后 以严重磨损残缺 乾隆便命红炉寺续斑长湖进行勾田 于是就有了这卷青内府勾田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于敏中补细红唐客柳公泉书蓝亭诗缺笔册 为纸本纵28.7厘米 横668.2厘米 于敏中为乾隆年间的大臣 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 他擅长书法 其书封接近董奇昌 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 乾隆命他 对柳公泉书蓝亭诗中 缺笔不全的部分进行修补 这是明董奇昌 临柳公泉书蓝亭诗卷 纸本 纵27.2厘米 横1070.5厘米 董奇昌是中国明代著名的书画家 他的书法率真自然 对后世影响很大 尤其受到乾隆皇帝的推崇和喜爱 这是清红历临董奇昌临柳公泉书蓝亭诗卷 为纸本 纵27.8厘米 横1144.5厘米 此卷是乾隆皇帝对董奇昌临柳公泉书蓝亭诗卷的临写 有三件是古模本 这个本子 把它刻入西红堂法界 所以使这个本子在士大夫中就非常知名了 乾隆皇帝除了收这个本子之外 还收了董奇昌的临本 自己还临了董奇昌的临本 还把这个西红堂的课本加以勾模 加以补权 所以这就出现了蓝亭八著的后五件 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的蓝亭集序的临摹 可谓各有千秋 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蓝亭书法世界 乾隆皇帝是继唐太宗之后 最欣赏蓝亭集序的帝王之一 他收藏的这八件蓝亭模本 都是蓝亭书法中的精品 乾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 他自幼聪明 诗词歌赋 书法绘画 无一不经 文化修养很高 尤其对书法 乾隆皇帝非常痴迷 从作皇子时起 他就开始系统学习书法 继承皇位之后 乾隆仍旧在处理政务之余 勤于笔墨 六十年来从未间断 从乾隆存世的书法作品来看 有近一半的临写内容 都是王羲之的各类书作 而蓝亭集序则是最主要的 乾隆皇帝爱蓝亭爱到什么程度呢 他几乎把蓝亭生活化 不但自己经常临摹蓝亭 我们故宫呢 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蓝亭临摹本 从大的立轴到小的特业都有 各种尺寸的这个临本 很认真的一遍一遍临摹 另外呢 在他使用的各种文具 各种生活用品上 我们也能经常见到 这个蓝亭修系的图案 和蓝亭续的文字 所以蓝亭啊 真是乾隆皇帝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了 这个他对这个真是可以说是碍入骨髓 对圆明园内的坐石林流亭景区进行改建 他把景区内的八根木柱改为石柱 并让人把自己最喜爱的八卷蓝亭模本 分别刻在八根石柱上 这就是蓝亭八柱的由来 圆明园被毁后 蓝亭八柱于1941年被移到中山公园 今天当你漫步到中山公园的西南角 就会发现这里有一座重岩八角亭 亭内就是乾隆皇帝命人摩克的蓝亭八柱 蓝亭八柱完工后 乾隆皇帝又让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器物 来存放这八卷蓝亭模本 这件紫檀木雕蓝亭修西服八柱 切插平就是当年乾隆存放八卷蓝亭模本的地方 插平的正面雕刻有蓝亭雅籍的场景 抽起木雕部分 两侧的边框上刻着乾隆玉笔所写的诗句 蓄诗惠美由今夕 临写存真再进堂 玉笔中间是竖着排列的八个小抽屉 十分隐蔽 抽屉上还写有所存蓝亭模本的名称和序号 看起来井然有序 这个器皿很独特 我估计是乾隆亲自设计的 打开抽屉 就是这蓝亭八柱的底本 很巧妙 一般人如果不仔细的话 不仔细看不会发掘 所以我想可能这就是蓝亭八柱 为什么至今能够保留在我们北京故宫 没有出宫门的缘故 专家说 清朝灭亡以后 溥仪曾将大量宫中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 带出紫禁城 他们当中许多命运坎坷 这八卷蓝亭模本 如果不是收藏于隐秘之处 他们很可能也会被溥仪带走 其命运就很难预料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